公正党领袖拿东西给安华出娱乐 在全球万众瞩目下 安华今天上午11点半左右 走出吉隆坡交赖康复中心 现场媒体簇拥支持者呼喊 相合多年 安华再度一身西装 站在大马人面前 尽管媒体希望安华发言 不过安华随即上车 赶往国家网工 要完成特赦程序的最后一步 因此他不能久留 安华抵达王公之后和首相敦马握手 这是安华相隔20年后 再度以自由身的状态和敦马握手 媒体称之为世纪之握 王公在召开特赦会议之后宣布 国家元首苏丹穆哈姆武士 已经根据联邦宪法第42条 预准全面特赦安华 即刻起安华立即获释 在获释前一天 安华接受澳洲媒体独家专访时形容 马来西亚已经进入黄金时代 而他虽然在监狱 但他不曾失去希望 安华强调单靠一场选举 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司法独立 解放媒体 重建三权分立的制度 并且让每个马来西亚人都受到尊重 安华在完成特赦程序之后返回住家 在国内外媒体见证下 召开第一场记者会 他强调国家元首特赦 并非原谅他的毒职和刚交罪 而是认定他所受的一切罪名 都是源自诽谤 滥权等不公正的原则 我们不想要求 我们不想把玩意 因为責疑 我们不想复杂 因为失去 和自己的一切 安华强调这次大选是全马人民的胜利 不管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还是一般人等等 全民都希望看到国家改变 看到这番情景 他说过去二十年他所受的苦总算没有白费 这次大选举的胜利和胜利是全国的胜利 已经比较二十年的胜利 已经比较二十年的胜利 现在有一个新的胜利 我必须感谢人民的胜利 安华在1998年被割除副首相职务 随即陷入独职和刚交案的指控 点燃了我国的烈火墨西运动 他在1999和2000年被判入狱六年和九年 虽然他在2004年一度成功犯案 但2014年他再度因为刚交案入狱 如今终于改朝换代 安华重返政坛 万众期待 安提比起 中复高达 上连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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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连河